好 我们来看那个第一份考卷的第一题 我会把比较难的题目放在一起讲 所以第一题算是偏难一点的题目 应该说计算题放在一起讲 好 我们来看题目说相同原子数 相同原子数什么意思 相同原子数就是他们今天一样 摩尔数一样 都是一摩尔的情况下 假设 好 然后呢 他说C跟 C跟泰气的质量比是多少 C跟泰气的质量比是多少 所以C旁边已经给你了 它的摩尔数 不是摩尔数 分质量是多少 C是28 一摩尔是28 泰气一摩尔是多少 4 所以28比4都可以出4 就是7比1 所以答案是D OK 我们要看C在前面 泰气在后面 所以C在左边 泰气在右边 所以7比1 OK 那第一题算是比较简单一点的 再来第二题 好 第二题它说3乘10的23次方 两个三氧化二铁分子 总共有多少克的意思 好 我们来看 3乘10的23次方是几摩尔 氧有三个 所以就是3乘16 所以加起来会是多少 那你自己去算一算 你可以影片参谈自己去算 那我这边直接帮你算就是说会是多少 好 刚好是160 所以 题目告诉你的不是一摩尔 它跟你说3乘10的23次方 刚好是0.5摩尔 0.5摩尔会是几克重 一摩尔160克 0.5摩尔就刚好 好 第三题它说 有一个化学反应 那这个东西叫做甲醇CH3OH 甲醇才是一种酒精 所以我们先把它平衡一下 CH3OH加上氧气 OK 会变成二氧化碳加水 好 你可以先影片暂停自己去试着平衡看看 OK 我们来看 先把它平衡 平衡的话 那你自己试着平衡看看 那老师这边先帮你平衡 那我直接给你答案会是多少 2 3 然后2 4 OK 你可以试着自己去平衡看看 好 那 所以意思就是说 如果正常情况下都是一模 都是照着它的系数比的话 如果你的甲醇是2摩尔 你就需要3摩尔的氧气 然后去燃烧之后会产生2摩尔的二氧化碳 跟4摩尔的水 OK 可是今天题目告诉你多少摩尔的甲醇 1.5摩尔的甲醇 OK 跟氧气完全燃烧 所以就是说题目给你 题目给你多少摩尔的甲醇 OK 他题目给你的甲醇是1.5摩尔 OK 不是2摩尔 那你就要算了 如果这边是2摩尔 这边变成 这边也是2摩尔 OK 不对 他是说水 水是4摩尔 那4摩尔的水会变成多少 来我们来算一下 你可以这样算 你可以这样算 如果 如果2 要变成1.5 要除多少 这样子可能比较难算 没有关系 我们来算 我们换一个方式 如果2变成1摩尔 除2嘛 对不对 除2的话 先把它除2 除2了之后 它会变成1摩尔 那你甲醇除2 大家通通都跟着除2嘛 那因为今天他题目问的是 多少摩尔的水 所以我其实可以不用管氧气跟二氧化碳 我只要知道水就好了 所以除2 这边也跟着除2 你会得到2摩尔的水 那可是 题目跟你说1.5摩尔的甲醇 所以我要再怎么样 甲醇不是1摩尔 要再把它变成1.5摩尔 所以就是乘1.5嘛 OK 所以 你2摩尔要怎样 再乘1.5 乘1.5 2乘1.5 会变成3摩尔 所以答案就是 3摩尔 OK 答案是B 好 那有些人如果聪明的小朋友 他就会知道怎样 1.5就是多少 1.5就是 2分之3嘛 我2要怎么变成2分之3 直接 乘上多少 乘上4分之3就好了 对不对 那一样啊 这边直接乘上 4分之3 是不是直接变成3 所以答案就是3摩尔 这样可以吗 好 这是第三题 再来 第四题 第四题它说 图中有甲元素 跟乙元素的化学反应 它的粒子的状况是这样 它说 甲总共有多少克 甲总共有12克 乙总共有多少克咧 乙总共有32克 那请问 他问的是 甲乙丙的分子量比 应该是多少 来我们来看 他问的是 甲有几个分子 甲今天有一个分子 两个分子 三个分子 可是总共12克 所以每个分子是多少克重 每个分子是 4克重 然后4克重 4克重 乙有几个分子 只有一个分子 所以这个分子就是多少克 就是32克重 那我们要看丙 丙有两个分子 请问一个分子是多少克重 OK 还有两个分子 请问一个分子是多少克重 我们来看 今天他问甲乙比的分子量比 就是等于说 拿一个甲分子 比上一个乙分子 乙分子是黑黑的嘛 那我就画写线 乙 然后再比上丙分子 丙分子 一个丙分子是 怎样 是长这样 中间黑黑的 然后旁边有三个 白白的 所以我们要知道每一个 一颗白色是多少重 一颗黑色是多少重 我们来看 一个甲分子是几颗 是四颗 可是 一个甲分子有两个 白白的嘛 就两个白色的原子嘛 所以 一颗白色的就是多少 一颗白色的就是 2 所以我就知道 这边有 三个2 再来 乙分子是多少克重 三十二克重 乙分子有两颗黑黑的 所以 一颗黑黑的是多少克重 一颗黑黑的 我们知道是 十六克重 所以 丙分子是 三颗白的加一颗黑的 所以就是 十六加二加二加二 所以十六加 六就是 二十二 那因为 四比三十二比二十二 都能除二 所以我们 全部 除二 二比上 十六 十一 所以答案是 D 答案是D 好 再来 第五题 好 氢分子 跟氮分子 产生氨分子 反应长这样 OK 它已经放平衡好了 这个就不用平衡 好 它说 所以 我这边写 氮气 加上氢气 氮气 会变成 氮 OK 这是氮 氮分子 好 然后呢 今天 它说 八十四克的氮气 加上十二克的氢气 那我们在算之前 我们先来看 正常情况下 一摩尔 它们会有几克 一摩尔的氮气 氮是十四 所以有两个氮 一摩尔是 十四克重 OK 照理说 一摩尔是十四克重 氢气是一 氢是一 这边有总共有六个氢 所以一摩尔 不是 三摩尔啦 OK 正常情况下 一摩尔氮气十四 会跟三摩尔的氢气六克 好 会变成多少克 这边会多少克 那你可以去算 这边应该要是多少 那你自己算看看 我直接给你答案 这边会三十四克 OK 所以 不是三十四 写错了 对 是三十四 是前面写错了 氮气不是十四 但是一个是十四 两个是多少 两个就是 二十八 所以 所以你看 这数字一定相同的 二十八 加上六 会变成多少 三十四 三十四 会变成三十四 那今天题目给你说 他给你多少 给你八十四克的氮气 跟十二克的氧 清气 你看喔 氮气 他给你八十四 我写下一点 OK 氮气他给你八十四 清气他给你十二 然后呢 他问你说 请问会产生多少 氨气吗 OK 氨分子 好 我们来看喔 如果是十二 变成 如果今天我们看喔 六变成十二 乘多少 乘二 六二 十二 所以意思是说六二十二嘛 可是二十八乘二 会变成多少 二十八乘二 应该要是 多少 应该要是五十六 所以意思是说 其实 氮它给太多了 其实不需要这么多 可是给多也没有关系嘛 用不完的就放着不要用嘛 对不对 所以其实八十四克 我不会用完 你要知道这件事情 OK 只用了其中的五十十六 其实我们不用管氮 为什么 因为我只要知道 氨最后会变成多少就好了嘛 所以乘二 就会变成S嘛 乘二就好了 所以我其实根本不用管 氨气有多少 所以乘二 会变成 六十八 所以答案是六十八 B 这是第五题 再来 第六 不是第六 因为第六比较简单的 我把第八题拿 先来讲 OK 第八题它说 有加一饼钉三种物质 反应长 这样 OK 就是你不用管 甲是什么 乙是什么 就只要三个甲 加两个乙 两摩尔的乙 会变成 一摩尔的饼 加五摩尔的钉 OK 再来它说什么 甲它拿二十五克 加上二十克的乙 会变成 它跟你说 反应完后 乙会用完 二十克统统会用完 甲有没有用完 甲它说 剩下四克 表示什么 甲其实有用到二十五克 没有 跟刚刚上一题一样 其实它只要用 二十一克就好 因为它剩下四克嘛 所以它其实有用到 只是二十一克 剩下四克没有用到怎么样 放在旁边啊 不要用就好了 OK 那变成会产生多少 丙会产生十四克 请问钉多少克 钉多少克 所以你就 一样 把S算出来嘛 二十一加二十加 会等于十四加S 所以这个加减乘出而已 你就可以算出 S会是多少 会是二十七 OK 会是二十七克 所以答案是B 再来 第九题 好 第九题它说 这一个化学反应 炼铁的发学反应 三氧化二铁加碳 会变成铁加氧气 那这一题 因为数字出错了 所以这一题你就不要算好了 数字你就 这一题你就不要算 OK 那如果你真的要算的话 我们改一下题目 可是不过改了题目底下选项也会 我们改一下题目好了 改成什么 改成三百六十克 这样三百六十公斤好了 OK 好 来我们先来做 怎样 因为它还没有平衡 所以你要做第一件事情 是先把它平衡 加上碳 会变成 铁 加上 二氧化碳 OK 好 先把它平衡 可以 试着平衡 那我直接 帮你 给你三 它是二 三 四 三 OK 二三四三 好 所以你看 一样 今天它只是 它跟你说 它给你三百六十克的焦煤 焦煤就是碳 那请问会产生多少公斤的铁 所以其实我只要管什么 我只要知道碳跟铁就好了 其他我根本不用管 OK 来 碳 正常情况下 三摩尔的碳会有多少克重 你看嘛 十二 十二乘三 所以照理说应该会有 三十六克的碳 铁 三十六克的碳完全反应会产生多少克的铁 五十六乘四 你会得到多少 六四二十四 五四二十 所以会得到二二四 意思是说如果三十六克的碳 会产生二百二十四克的铁 那今天题目跟你说 三百六十公斤的碳 那请问有多少克公斤 我这边乘十 这边也会乘十 所以两百二十四 哦不是 两千两百四十公斤才对 所以这里没有这个答案 OK 所以这一题你可以 如果要写的话就要改数字 再来 OK 再来 我们蓝的部分快要结束了 再来第七题 它说有甲乙饼三个物质 分子量分别是十比十五比二十 甲和乙反应会生成饼 所以甲 它说甲加上乙会产生饼 他叫你去平衡看看 OK 那你要知道甲是多少 甲是十 乙是十五 饼是二十 如果我 这边唯一只有乙是怎么样 乙是十五 可是最后都是十 就是反应完之后都会变成十 OK 所以意思是说我至少都要怎么样 至少抽到乘二嘛 我们就来看看乘二会多少 十加二乘十五三十 所以四加十三十会变成四十 那我这边就刚好乘一个二就好了嘛 所以应该是一个夹加上两个一 会变成两个饼 所以答案应该是哪一个 C选项C 再来第八 第七题是这样 再来第十四题 第十四题的话 我们来看 一样先把它平衡 平衡之后你找出WSYZ之后 你再看选项哪一个是跟它相符合的 所以我们来看 NA加那加水 会变成氢氧化那 NAOH 加上氢氢氢 那你可以试着先自己平衡 那老师这边帮你做 OK我们来看 先平衡谁好了 平衡氢好了 因为你看氢这边有两个 这边有一个 然后又两个 所以我这边先怎样 我一定要乘二啦 因为乘二这边就会两个加两个四个 所以我这边再乘一个二 所以你看哦 氢氢做好了 氢做好了 氧两个 所以这边氢也是两个 对了 那几个 那两个 所以我这边乘二 那 所以全部通通做完了 好 所以我们来看 W是多少 W就会是 2 S 会也是 2 Y会是 2 Z 会等于1 所以我们来看哪一个才是对 W 2 加2 会等于2乘 Y也是2 所以答案就是B 好 那 男的部分就先到这里了 OK 就想着那一遍 没看哪里 好 你 你 我可以看哪里